如果說到鯊魚 我們一般人腦中想到的 可能是血盆大口的恐怖電影 但是澎湖最近就富裕出 三百隻的狗鯊 牠們個頭不大 成魚大概是一公尺長 灰白黑灰黑相間 喜歡待在岩石間 而澎湖的水產 種苗繁殖場 飛進行李來培育 小朋友看到他們都說 一點都不害怕 有空到這裡 走走還能夠種下珊瑚 幼豬 替寶育海洋 盡奮行李 Baby Shack是小朋友的最愛 在澎湖真的有鯊魚寶寶來報到 牠們叫狗鯊 身上有點點斑紋 還有跟岩石珊瑚相近的保護色 喜歡躲在礁石裡暗中觀察 澎湖縣的水產種苗繁殖場 去年底成功復育出三百隻狗鯊 雖然名字裡有個鯊字 但牠是個慢狼中 行動力稍慢 最大可以長到一公尺左右 以底漆的無脊椎動物 以及小魚為主要食物 牠就會像手一樣左右揚的話 然後我覺得牠很可愛 那是像個鯊魚會吃魚 可是這個牠就沒有動 早期澎湖海域附近 常常有狗鯊在這邊活動 但一度因為濫捕 快要銷聲匿跡 現在透過人工富裕 讓我們更常見到牠 也增加了海洋多樣性 並且能扭轉國際形象 在這裡不只能用眼睛觀察 還可以親自用手摸摸看 海鯨 海森 以及海膽 長什麼模樣 這一顆小小的珊瑚苗 然後把它種到這個裡面去 然後再放到這個礁石裡面 想要成為保護海洋小尖兵 也能親自種下珊瑚的幼豬 透過一段的時間複育完之後 移植到適當的海域裡面 凡事場選定了航灣 烏坎及風貴 等海域來富裕珊瑚 讓孩子們更貼近海洋 明白保育的重要 華視新聞陳人鎮 李鴻傑 蒲昕宇 洪湖報導 浮唐 海域 是 郭吹